今天这支标题也写了 英雄200A 说实话也是观众推荐去做的 本来不说的话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支笔 这支笔我完全没有拆过 跟之前的笔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先从那个包装看一下 然后装上面就是一个碳金的字 然后下面就写了一个 下面条码等等的一些东西 200A14K 反正就是国产笔 其实个人不是很推荐买了金尖笔 因为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 然后这个红色的盒子 再下来 各种通用 就是各种笔通用的一个说明书 基本上收笔的说明书应该都是一样 那喜欢的你们可以慢慢去看一下 这样子 这边 哇还有英文啊 哇塞 没想到没想到 是外貌笔吗 难道 然后一个干燥机 然后还有一个笔套 然后这些东西 我们先放一遍 包装上面能讲的说实话 呃 不是很多 另外还是那一句就是 哦 现在人心动的笔真的没多少次 好 那一个我先把它拿出来 啊有一个树封的一个套子 然后下来我防尾专用 我有时候真不知道这个贴纸是怎么防尾的 上面也没条码也没二维码 哦 这个慢慢撕一下 好 那一个先看看那个笔啊 100那个笔已经被我出了 已经是 好 那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这个尺寸如何 那那个M205我那支笔我弄去修了一下 然后对我把这个146给打开一下 啊或者这样子应该有 看的不是很清楚 再等我把这个笔拆一下 好了那我就把这个笔拆了一下 那万宝龙的 146再放一支那个普通日用吧 因为205那支拿去维修了 然后就变成只有这几支啊 因为很多笔平常不放在身边了 因为多了也用不完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首先看也是一个普遍的一种中古感觉的偏细的 这样子的一支笔 笔声的话偏细然后也是偏短的很符合那个年代那种什么 因为那时候的人都比较瘦 所以呢就是笔的话体型就是说跟那个年代会比较接近一点 然后呃先看一下整支表外观看起来有点细节啊 一上来注目的就是这个笔环 应该叫笔环嘛上面有一个箭头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那看起来其实这个工艺应该不是很贵 而且这个塑料 不是很均匀的这条边但是正面看是没什么大问题的看一下品质还是不错的 然后再上来这个笔 帽上面也是一样有做这样子一个处理那整根笔我看还是觉得呃挺不错 但是就是这个处理跟这个笔不是很大就是还这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尾部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然后亮面反光等等的也做的相当不错 在下来打开的时候是一个民间笔笔舌的话就是跟 现场笔的笔舌的话还是有一个怎么讲精致感差别还是非常大 现场的笔因为它模具等等工艺都比较成熟了跟以前那个笔的话你看这个就是 这种细节的话其实差别不会很明显但是视觉上差别就非常明显 呃笔尖上面的话应该是同的成分偏高看起来就是没有同那种反光 我不知道这只是现场笔还是库存笔了但看起来有稍微有一点点就是 没有什么光泽就有点氧化那种感觉就是它也很亮但是感觉有点氧化 呃笔尖的话我这一只估计都最细了不是EF就F了 现在笔尖我觉得反正我是都能写了我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吸墨器哎这个感觉 然后这个塑料一样就是给人感觉非常廉价 然后笔握上面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有折了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啊拿拿起来的时候 好像又不想故意的手拿好像呃那个折面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好像又是刚刚好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另外这个就是这个悬开的那种就是廉价感非常强 那像现在的就普通的文具比那个声音嘛你看就 这样子而且它那个我这个选顺感就是 松动感不会那么明显那像这个那种松动感会比较明显一点就是现场的那个现场比罗文嘛 因为个我个人是喜欢用现场比了因为那个中古比的话它的工艺什么肯定没有现场的那么成熟啊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笔尖上面来讲其实到写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字也不是特别的好了那写起来只是说小小学一年级一字 然后哪一字好比变成小学二年二年级了并不会有明显差别 吸墨器也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吸墨器就几年式的 但是它这个没有上次100的那种那么歌手 那其他的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可以讲了 呃哈我们先一样上摸一下上摸摸一下 然后就写一写那个试写一下这些笔 然后用的还是一样说一下就之前的有我用的是就前几集的话 我还是用那个0.35的38的那个笔细呢 所以会显得那个圆珠笔特别细啊特别特别细 对对对那其实是如果用1如果用0.5其实出细还是会比那个正常干笔写的细 但是不会像我之前前面那一段时间做那么长就差别那么大 然后上一下墨这个就捏一下应该差不多了吧 因为现在我那天拿了我0.5的那一只去我当时我不知道我买的是0.38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没有注意 然后导致现在就是啊前面那些在修正也来不及了也就懒得去弄了 非常抱歉就是了好那一个我们笔拿一下还是要拿这两只笔要对比一下 对就是你看就是那个年代那个笔的话都是这种粗细 那这么粗我感觉当时也是属于一种偏大的笔吧 然后再下来我们一样可能我拿一下本子然后开一下加速这样子啊 好那写完以后能看到这个应该是0.5了希望这只还要么就是我上次那只0.5这只0.7那写起来跟圆珠比圆 呃原那个中原子笔的话差别不是特别大你看原子笔这个也是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了 可能我这些触摸我这个笔径触摸比较比较大吧 写起来写感的话看听一下声音吧还是一样 就是正常的那个年代的笔的出来的一种写感那你说特色不会特别明显滑 也是一样就是滑跟阻尼杆的中间吧就是不会感觉到热到切黄油 但是也不会感觉到阻尼杆特别强这样子 另外笔尖的话上面能看到就是粗细变化不是很明显 这边是轻笔这边是重笔 呃两个差别不是很大 另外怕怕个子肯定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这个是0.8的 呃本力的话现在放看一下能不能放大给你们看到呃本力的话好像不太行 可以给呃本力上面的话就是偏圆的这样子一个本力 但是呃看一下好像好像不是特别不是很容易啊可以可以给好 但是不是看很轻不算刀锋也不算那个水滴啊 然后再下来的话这一只比你说值不值得吗 我觉得国产的话哎不好意思啊 对还是一样那个一路机网子推荐就是说呃最近比较流行的那那对品牌吧 这一类就是说呃怎么讲偏冷门的笔 除非你个人特别喜欢不然的话不是特别的推荐 因为写起来并没有感觉比英雄100或者就是说相差很大 当然英雄100他本身是那个按肩比他不是那血感肯定不一样 但是跟其他以前试过的笔来讲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说实话的另外那个笔尖的反馈也不是说呃又能出又能吸就说没有呃也不是很容易起变化那种 唯独的可能就是说值得去夸的也就这上面的这个 看哦 又要点一下可以啊上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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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叫什么文 但这个文就真心挺好看的 那其他的话真的嗯没有很大的一个特色了 我觉得这只笔好那整只啊整只笔的评测大概就到这里吧 好那个有什么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个下期再见拜拜